非常精致的一款建烙铁啊 看型号 T80 说明书 电烙铁 烙铁架 还有个烙铁头 这里边是数据线 像不像一款笔啊 它这个粗细比咱们用的记号笔 还有细啊 这是咱们平时用的笔 和这个差不多 这个直径是14毫米的 把这个拧开 纯铝合金的机身啊 这没有装烙铁头 烙铁头在这里 这个烙铁头也非常小啊 和C210的烙铁头差不多 改天我试试它俩同用不同用啊 咱们常用的T12烙铁头 看 比比 差这么多 烙铁头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给它通个电 这款它功力能达到100瓦 能做到两秒化锡 但是要用100瓦的充电器啊 我这没有100瓦的 咱们用65瓦的快充 给它试一下 看一下它化锡速度 肯定不会两秒 但是也差不到哪去啊 好 现在前面是焊锡啊 我开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化锡速度啊 开 看到没 冒烟 花了 够快吧 大概三秒钟吧 咱们试一下 温度调到现在是400度 400度 在这个大的焊点上试一下 看一下啊 放上去 看这个威力 你看看 威力可不小啊 把它调到350度 然后咱们拆一个这个小的电容 这个小的刀头就适合拆这种小的领夹 这个领夹非常小 来点焊锡 这一下一下子就掉了 看 轻松拿掉 用比如说这个大烙铁手T12这个 这就稍微大了一点啊 你看这个 它俩比 是不是小的更方便一些 现在我给它揭示这个65瓦的充电宝上啊 和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 它都支持的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手持感应功能啊 现在你看 休眠 这个手机拍着 你估计这俩子你看不清楚 现实中非常清晰啊 然后把它拿起来 这个脚上有一个点 看好 拿起来 你看这有个点 这就是手持感应功能感应到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上面 你看 它立马它就消失了 你看又变成休眠了 是因为我把这个休眠时间 从默认的三分钟调成零了 再拿起来 看 它立马又回到设定的320度了 这个调节温度很简单啊 这个你看两个按键嘛 这边就是往往上加的 然后 这边就是往下剪的 然后两个按键一块按 它就是你看 进入菜单了 第一个退出啊 电压信息 进去看看 长按 它就进去了 输入多少 多少幅 然后温度多少都有 再长按 又回到菜单 电压信息 温度不进 休眠温度 这都可以调的 休眠时间 也可以调 待机时间 这都可以调的 工作电压 然后功率微调 温度单位 语言选择 旋转显示 开机加热 温度校准 恢复出场 版本信息 又到退出了 又到零了 长按 退出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这款电烙铁确实很精致 烙铁头呢 也有多种 它适合干一些精细的活 想了解更多参数的 可以点开视频下面的链接看一下 双十一搞活动 价格有优惠 咱们下期见 拜拜